那在语言沟通当中呢 我们再去细分两种 尤其是在语用当中去细分两种 一种我们把它称为Direct Speech Act 直接的语言沟通 相对另外一个就是前面加In InDirect Speech Act 好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Direct Speech Act 这边的Direct主要指的是 你今天你有个目标有个意图 或是你有个想要表达的一个内在情绪状态 你就透过最平铺直述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目标状态描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有五种可能你要去用到Direct Speech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Representative 你要去表达一些讯息 这个讯息是表达你喜欢什么 或是应该就表达一些事实现象 例如说我喜欢北极熊 好 那这是表达说明一件事情 平补直述的一个说出来 那或是指示某个状况 比如说 请帮我把那个冷气打开 我这边只是举例子 大家不要真的去开冷气 现在已经够冷了 你开冷气招收已经变暖气了 好 所以这是指示 请你做某个动作 Directive OK 或是Communctions 你去承诺或是你愿意或是你约定做什么事情 好 所以说我将会做饼干 好 那在有些 尤其在西方吧 他们自己做甜点 做蛋糕 这种是很常做的 所以如果同学聚会 或是家庭聚会的时候 往往自己都会带一些自己做的东西来 好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约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 这样的一个沟通是Communctions 另外 一样是Directive当中 我们可能Expressive 去表达我们内在的一些状态 好 例如说 我跟你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I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you 好 我跟你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所以你内在的一个情绪状况 你也可以用Directive来去做表达 好 那另外 这边Decoration 也是去陈述一个事实状态 我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I'm not I'm 对不起 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I'm not a vegetarian 好 所以这些呢都是 我们在讲 Direct speech 直接语言 或是比较直接的一个表达方式 他可能所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内容 或是他的意图 好 那大多数的时候呢 Direct speech 可能在你跟自己讲话 或是跟家人讲话的时候 你会用得到 那平常你在外面跟其他 朋友 也可能会用到这一些 但是我们平常跟人家沟通 不完全全部都只有Direct speech 如果有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说话真的好直哦 超级Direct 超级直的 好 那我记得我在上星期有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 想要去洗手间 你通常就会说 我要去厕所用一下 我要去厕所一下 你不会直接去描述 你要去厕所做什么事情吧 OK 所以如果你直接去描述 我要到厕所做什么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Direct speech 那往往有一些状况之下 或是社会约定的一个习惯 我们直接去描述那个 直接的一个目的 有点太过粗鲁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隐含式的去说 我想要去看看你的洗手间 我想看我的洗手间干嘛 不要再问下去了 再问下去就更 就一点都没有Direct speech的那种幽默 或是Direct speech的目的了 所以Direct speech本身是 为了要去修饰 我们可能有一些目标 但是那个目标直接说出来 有点粗鲁 有点不礼貌 所以我们就用Direct speech来去说明 例如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开窗户 那这样听起来还蛮舒服的 或是如果你可以帮我开窗户 那就太好了 那相对于如果人家使用Direct speech 说去开窗户 虽然我的目的 或是我们的意图是一样的 但是透过Direct speech 间接的语言 你会觉得听起来比较舒服 好那这一点 听起来比较舒服 在人与人之间沟通 是非常的重要的 尤其是越亲密的人 彼此沟通 如果你常常使用Direct speech 久而久之 你们两个彼此 好像就在打仗一样 就在吵架一样 好那Indirect speech呢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 简单的说 它是一个比较有礼貌的一个说法 好所以像我刚才说 你可以帮我开窗户吗 或是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帮我开窗户 那就太好了 那不过 如果你天天都使用 或是你时时刻刻都使用 In Direct speech 那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猜测你的意图 或是去推论你的目标 目的 那听久了你也会觉得 很受不了 你就跟我讲说 帮我开窗户好吗 不要讲的那种拐案抹角 所以不是说哪一种语言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你可能必须要适当的去调配你Direct和Indirect的一个比例 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过分矫情或是过分粗鲁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我们今天在更加沟通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 应该说 目标或是 也跟你说目标 有一些状态 对有些状况是你要去注意的 因为我们在更加聊天对话 Conversation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必须要提供一些讯息 有内容的讯息 Qualitative 如果你只是 应该说你聊的东西本身就要有内容吧 就要有讯息吧 你总不能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音 讲一些句子之间完全没有一个连贯性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达成对话的一个目的 所以Quantity 你的对话讯息要有 Information要有讯息 同时要品质 有一个 对不起 这边应该说有一些量 那个量本身是要让人家知道说 这个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有讯息量的 那同时还有Quantity 那这边用车子来去描述Quantity 我觉得有点 我对我自己而言 我不能说服我自己 你今天描述这个讯息内容本身呢 可能是要陈述某些事实 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 或是要有某个程度的可信度 你即便是说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本身的前后脉络 也要有一个可信度 或是要有一个完整性 那这个才有办法符合它的Quantity 那另外你在对话的时候 也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那在对话的时候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是想要跟他建立朋友的关系 还是你今天只是想要打发时间 这些不同的目标可能都会影响到 你在使用你的语言 或是你在跟他谈论的内容会有不同 所以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会影响到你的目标 或是那个当下你可能跟同一个人 但是你现在只是想要打发时间 所以你的谈话主题也会不同 那不管你谈什么 最重要的是讯息要清楚 那个manner是要clear要清楚的 不过这一点我也不是很认同 如果你去常常有些偷听 如果坐公司的时候 或是坐经营的时候 不小心就听到了别人在对话 有时候那些对话过程 或是那些内容 可能都不符合这些讯息 不符合这些要求 那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一个 尤其是那种刚热恋男女朋友之间的对话 往往会让你觉得 哇 完全没有品质可言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 有听过这本书吗 没有 这是一个蛮很有名的一部作品 对 好 没关系 反正有空去看一下吧 恋人序语 是一个外国作家 不过我现在忘记作家是谁 他去描述说 你们今天如果男女相恋的时候呢 那对话的过程 可以反映出 就是在说什么 在想什么 对方的一举一动 有时候不经意的一个用词 可能就会让你伤心了半天 有吗 有那种经验吧 完全没反应 所以大家是 好 大家可以去看书 或是如果要亲身体验的话也可以 所以恋人序语当中就可以发现 conversation在男女之间 尤其刚热恋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不太容易成立的 好 那课本在这边呢 语用的过程当中 也探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性别 那我想大家 应该说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要么就是男性 要么就是女性 虽然 这个过度的情况 也许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了 但是 在你的生理上 你应该就是男性是女性 还蛮明确的 那你去想一下 当你是女性 你想自己女生说话的一个方式可能有点困难 或是你是男生 你想男生说话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现在请你反方面去想 如果你是男生你就想 女生平常说话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 或是他们谈论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也请你反方面去想 你想一下 男生平常是怎么说话 或是他们说话的调调风格 主题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有指发给大家 这个不要具名 好不好 那你们撕一半就好了 撕一半就可以了 别让我把他吃 把他撕一半 好 来 好 还可以让他们去 知道的问题吗 如果你是女生你就想男生 如果你是男生你就想女生 你觉得男生平常都怎么说话 怎么说话这个很抽象很广泛 主题是什么 说话的调调风格或是说话的习惯 或是说话的动作等等都可以 所以不要具名 不要具名 但是你要写男生 你要写女生是要固定的 好不好 你要一致性的 你是男生 你就要写女生怎样怎样怎样 这样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依照不同性别 来去做区分 好 那我们先请曾荣出来 好了 好不好 曾荣你先来讲 女生对男生平常说话方式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请你念出来 我们现在请曾荣讲的是 女生对男生他们说话风格的一个描述 好不好 你说念这个字就好了 对 你要阐述 阐述 你念他 对你念他 对好 然后女生就是直接大声 然后叫指示示 指示示 指 等一下我不懂这个意思 指示示 可能就是叫你干嘛 直接吧 然后速度会比较慢 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黄色语言 好 你在讲男生 女生看男生的一个说话风格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然后男生说话内容会没有重点 批 对 比较 不会批评估别人 然后他们花较少时间坦弱自己的遭遇 当然也有意外 声音很粗 随便开玩笑 语句中可能会夹在一些脏话 容易用比较强烈的字眼 比较不容易拒绝 喜欢谈论车子工作女生旅游 应该是不经思考 就随便发言 粗鲁大声张话都会没形象 但其实 我遇到的男生讲话都有调有力 音量也很适中 我反而比较粗俗 大声张话里也偏没形象 男生讲话比较直接 情绪表达也比较明显 用字浅词也 也比较不会修饰 谈论的内容 会不经意露出情色 会时常讨论色的东西 爱谈论的女生 对同性讲话又尤其粗鲁 骂三字经 脏话语助词那美好证 nowing 男生说话时 叫不会看得眼睛 讲话时 直接比较目标取向 简短比较 不是主动表达 男生讲话前面都会加张话 当语助词 例如 插今天几点啊 插你白思哦 三点啊插 今天后后都要加张话 男生讲话好像比较平静 不叫女生 会一直尖叫 哈哈叫之类的 内容不会聊别人八卦比较少 男生说话方式 讨论问题时 作业时 对不同意的意见 他们会直接表达反对 平常说话时 口气会比较冷漠 多时回答对方问题 少提问 吵架时音量较少 话较少 喜欢称赞自己 希望自己带上风 不习惯说谢谢 不散常表达自己需求 不散常表达自己的情绪 说话方式较直接 少会修饰 说话语气通常少温柔 谈论的话题 较少是跟自己或家庭有关 说话常常带双关语 常常令人不解 说话常常都不会持续 太只会突然终止话题 啥啊 为什么屁啦 我要看情色频道下 上网下载就好啦 不如 不知道如何回答 哈哈 哈 这样话要解决吗 不用 干 讲往这名又被 讲解冰了 邪恶帝国有够非毙 方式直接叫不修饰 本系例外 很简略 对自己喜欢的东西 会滔滔不绝 语调不太有起伏 讲话比较重 语调比较平稳 自我意识叫强 谈论到信实 叫浮夸 叫多人 谈到运动 好 谢谢 好 男生们都认同 女生这样看待男生 说他的方式风格吗 好 那我去年 我有请那个上一届的同学 做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我听到的讯息内容 没有带勾欸 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男生说话风格 好像都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一定会有脏话当语注词 会有情色 会来打断 会来谈论的主题 这些都会有 会来比较不善于表达自己 或是家人 这些情绪 好像蛮一致性都会反映出在 就是这两界上面 好 那曾荣 你可以指定一个女生 来念男生 对女生说话的一个想法 女人平时的话题衣服 然后化妆品八卦 购物资讯 男人 龟宗秘密 房市 减肥 脂肠肝骨痰 你们讲话的方式是 誒 誇张的情绪表达 然后誇事主义 然后男生会说靠腰啊 卖岔 然后手是笔中子 然后女生就说讨厌啊 识相 手是 手是连花纸 然后女生比较会说 今天发生在大增上的事情 然后话题跟别人做比较 评论比较多 然后相较之下 说的会比较直 女生讲话鸡嘎啦 像鸟一样 这是花蟲会写的 然后鸡嘎 讲话停不住 内容很多 需要抓重点 有时候 呃 女生说话比男生还直接 但通常是叫维婉 叫两极 然后女生 都谈论那个Fashion 她写英文啊 这是林华语 然后她说女生说话比较夸张 就语气上 然后女生比较多秘密 然后她说女生常常大叫 然后是情绪化的 然后会用一些没有杀伤力的词 像贱不要脸 骂人之类的 就是林总写的 然后这个说大仿门 然后无意义的内容 和同伴 还有对陌生人说话的态度会不一样 然后对于说的话偏向两极 然后不经大脑的或是精深思熟虑的 然后会比男性站在更多的立场来思考话语 叫感性 话语叫温柔 我看脏肥了 然后女生就是语调较高 然后尤其激动的时候 速度很快 特别是一群男在讲话 然后讲话比较隐晦 常聊些生活琐事 有时候跳动没有逻辑 然后这个人觉得男女属性是一种相对性的 但他的印象里面可能女性 比起男性在言语的使用上较为温柔 行为居置较为保守一些 虽然现实情境早已不太相同 不过在宿舍里 会只穿一条内裤的女性 应该还是比较少吧 好 谢谢 好 同学你们觉得尤其是女生 你们觉得男生认为的女生说话方式 你们觉得合理吗 或是你们认同吗 没有反应 不予置评 好 不过从刚刚谈论男生对女生说话的一个风格 我们做个简单的整理 大致上温柔或是那个音调起伏很大 比较戏剧化 这个是还蛮一致的 跟上一届感觉上是一致的 另外呢 谈论的主题 男生可能是谈运动或是政治 那女生大部分都是谈衣服 或是跟家人 或是fashion这方面有关的讯息 所以主题本身男女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了 那另外刚刚还要提到什么 女生说话速度很快 对 这个我先生很常跟我抱怨 说你咪咪咪咪咪讲的时候 就是他都听不懂在干嘛 所以说话的速度本身 可能男女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尤其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上星期 有吗 对 他说话速度真的是很快 好 对 所以你从这些过程当中 刚刚我们尤其是请两位同学来去分别说出 男生说话的方式跟女生说话的方式 你可以感觉男女在使用语言上面 是有很大的不同